我知道你心情很糟 但如果你想安静地待着 我就安静地陪着你 如果你想找人说说话 我就好好听着 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很糟糕 我其实永远不如媚妞 她一旦胜得自由 就会尽自己所能 用她的金沙楼 去帮助旧事的同僚 而我呢 虽然深恨朱一维 那种不把女子当人的指头 可即使 我做到了左矢之路 却仍然没为他们做过什么 就连今天 看着她们被安静无辜网杀 还是不能做什么 但你说过 你一定会让她付出代价的 对 一定会 可只是 只是现在还没有找到动手的最佳事件 所以我才只能一直等 我还想再多帮帮为主 想再多弥补一点 那些那些我本该做的事情 可我想了很久 都没有想到 不着急 我们慢慢想 又或者 可以直接找 金敏娘问问 她这几年跟朱一卫打交道比较多 知道她们需要什么 到时候 我陪你一块儿完成